更新成Service Take 1 光改了Data就浪费很多时间 应该知道怎么改了吧 改到现在 改完之后它就会删除 删除之后一样 Update也是一样 这样就可以验收了 至于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修改的部分 修改 修改的部分 点进去之后 到时候要修改日期 要改成Now 那你就可以在那个 我们程式里面这个地方 比较会有问题 应该在这个地方 就是最后修改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Sequel 记得是Detail的Update 这个网页里面的 Update这个地方 Update Query 进来之后你会发现 修改日期的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预设值 过来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预设值改成Now 就可以了 把它改成Now 因为Sequel语法 也支援那个Now的指令 然后你记得后面加一个刮符 它就会把这个Update的日期 改成现在日期 那这个方式的话 我想可以活用了 当然 以往我们在写这种程式的时候 都是硬call的 都是要每一个每一个call 但是那种每一个每一个call 对各位来说 真的是太困难了 而且也说真的一堂课下来 交不了多少 光一个page 那个call就一堆了 一堆下来 我看mini麻烦了 白板就写光了 写光了 你们打还会打错 打错了之后 A will 对对对 然后老师这里有问题 老师这里有问题 所以以前光交那种课程的时候 我都会把字写得非常工整 那现在是因为 反正应该不太可能打错 你只要打SESS 后面自己就出来了 所以我的写潦草一点 应该都打得出来 那以前不是啊 以前是SESSION 那有的同学是打拼错一个SSION 那结果就不一样 还有那些同学光一个拼字 它Response 它要全部拼出来 Effication要把它全部拼 也就是说呢 根本不是在写程式的 根本是在写英文的 所以有的人 英文单字背不熟的 程式根本不用写了 那这个方式 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方式 如何利用ASB.NET的工具去开发 那当然下一次 我们要讲的那个会员系统 是用套件去开发 所以渐渐我会发现就是说 以后的开发环境 寻的大部分就是走那种套件式的 要不然就是走那个Tools 就是控制项那种方式 就是软体零件的概念 也是有点慢慢是OOP的概念 物件导向的观念 这里的话我想 你们就把这个程式做出来 就当成一个最新消息 把画面还给各位 那尽量可以再去参考 除了说台铁的最新消息以外 看有没有其他那个最新消息 他们做法都可以参考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